要说维护咨询安全 要说打击假新闻 那首先应该被打击的对象就是民党当局 因为我们知道一段时间以来 民党当局在网络上带风向用网军做梗图 新闻报道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民党当局也从来并不否认这一点 所以要打击假新闻的话 那么首先被查的就应该是民党当局 所以这一次所谓的咨询安全 不过是一个幌子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会看到说美国会在其中呢 是因为美国这一次是打着所谓的资讯安全的名义 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想把台湾的电子科技的制造业 搬到美国去 包括美国的商务部长 包括美国的半导体协会 其实反反复复的都在强调一件事情 他们都在说台积电台积电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台积电 并不是仅仅指台积电这一家公司 而是指以台积电为代表的 背后的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台湾的电子科技的制造业 这一次所谓的这个资讯安全的论坛 你会看到美方在其中谈到了一个东西 叫做设备的安全 什么叫做设备的安全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重点是在于硬件 在于电子设备的制造业 换句话说 美方这一次在利用台湾当局 让台湾当局把台湾这些做电子设备制造的企业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然后美方来问一问他们的态度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美方要求他们把这个设计 把他们的生产线搬到美国去的话 他们是不是愿意 说实话这个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谁都知道 比如说美国的人才的储备并不适合电子这个制造业 在美国的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美方完全不会去管这些 他就是要把台湾的电子科技制造业去拉到美国去 说实话如果站在台湾的利益的角度 那么民进党当局应该是对于美方各种各样的推阻 然后不要去开这样的论坛 但是我们看到说 民进党当局这一次是完全配合美方 换句话说 现在在蔡英文看来 她的心中没有任何的台湾民众的利益 也没有台湾产业的利益 她就是完全的跟着美国人走 味道的利益